我們現在做的咖喱膽 這些罩是我們港式咖喱的色澤 和稀潔度都很像 雞肉經過醃製後入味滑蛋 這個真的沒有得地 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種咖喱汁做法 大家好 又可以開開心心和大家煮小飯 這次就是煮咖喱 一說咖喱 大家都會聯想到印度 又有機會拿一瓶印度氣泡酒和大家喝一杯 舒服了 有些朋友會問 你煮咖喱搭配這些Sparcling Wine不錯嗎 我覺得不錯 因為你知道咖喱有很多濃味 吃完後整個口都是很重的口味 有杯這樣的氣泡酒 一聲幫你洗淨口腔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香港港式的咖喱 和其他地方不同 地方的咖喱有甚麼不同呢 我覺得咖喱無論是印度也好 泰國也好 馬拉也好 我們港式也好 甚至日本也好 它都離不開是一個公式的 第一件事 你會先炒一些新鮮的材料 那些鮮料不外乎是洋蔥 蒜頭 薑 辣椒 有些如果你說是巴基斯坦那些 它只是炒洋蔥 炒完這些鮮料之後 它會加它自己喜歡的香料 即是攪到成個糊 然後加水 加湯 匯它自己的肉 就算是港式咖喱也是 都是一模一樣的做法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做一個我自己最喜歡吃的咖喱汁 這個咖喱汁其實是慢用的 你可以用來匯甚麼都可以 今天做咖喱雞 最方便就是用雞腿 雞腿也要處理一下它 我們先醃一下雞腿 即是我們現在不像印度式的煮法 那個雞不斷死命地煮 當然你煮那麼久 當然能入味 但我們這些不是 但是我們喜歡吃雞 熟了就不是煮到它死命地煮到柴 之所以我們就要在味匯這個雞腿之前 我們就要真真正正要醃一醃 這裡湯開了 上腿也都一樣 是不斷輕輕地割開它 這樣就很快就容易入味了 我們首先 秤一下雞腿有多重 這裡600克 如果你真的醃到有底味 你是用1%的鹽 至到1.5%的鹽 在這個範圍裡面 是都對的 我喜歡很重口味的 通常我就去到1.5% 大家如果說我吃東西 都是比較清淡一點 那你就用1% 6克 在下鹽之前 我們還要令到它更加入味 我們有個方法 醃它的醃料 加少許黃薑粉 少許咖喱粉 喜歡的話 這裏有些什麼呢 這裏有些是我們叫做 印度的Gala Masala 即是印度的綜合香料 大約每樣都是半茶匙 那跟著呢 我們就是這個絕招 醃這些肉 如果你是乾粉 放肉下去 你很難拌勻它 你首先要加少許油 先開了它 我們只要用少許油 你開了它就變成一個 好像一個漿 我們這樣開了之後 它就可以很均勻地 依附在你的肉類 無論是什麼肉 剛才我們醃這個雞腿的時候 我們加了黃薑粉 黃薑粉 它的滲透力很厲害 所以你一定要找個手套 如果有時間許可 起碼大半天 放在雪櫃裡大半天 可以的話 醃過夜更好 它的味道 是會更入得更厲害 它的底味更加濃 剛才還沒說 需要做咖喱一定 第一個步驟 就做了一些新鮮的料 我們這裡有四樣 洋蔥 蒜頭 薑 還有辣椒 當然 你會餵我一般吃辣 你可以把這個紫天椒的份量 變成很大的 大紅椒 紅尖椒 那些就沒那麼辣 我們這裡是50克 紫天椒 50克的薑 50克的蒜頭 這裡有200克的洋蔥 你可以剁碎它 但是剁碎它 也挺麻煩的 以前我們是用攪肉機的 現在有很多家裡 都會有一些破壁機 如果用它 就會比較方便很多 用破壁機也好 你那些食物處理器也好 你都最好 不斷切碎它 它會打起來 方便和均勻一些 我們將我們剛才切了的洋蔥 薑 蒜頭 紫天椒 全部都放進去 之後 我們都要放少許油 讓它打得比較容易 這裡大約有400克的油 普通油就可以了 植物油、沙律油、粟米油 什麼都可以 打的時候 亦都有少許要注意的地方 你不要打得它溶完 你不斷煮就可以了 即是10秒以內就可以了 狀態是碎碎的 又不是很碎 剛才我們把這些薑、蒜、辣椒、洋蔥 打碎了 現在只要一手太 倒進鍋裡 最好最好最好 就真的用一個不黏底的鍋 因為這些材料 尤其是蒜頭 很容易黏底的 你不能夠煮焦它 煮焦它 你的咖喱有一點苦苦的味 因為你不黏底 你可以先開大火 慢慢地攪拌 現在我用大火 現在煮了大約是兩分多三分鐘 如果你怕焦 你可以關小一點 不過現在不要緊 你見到它還有很多很多的水分 如果你搓上來看 你明顯看到它 那些洋蔥和蒜頭還是很濕的 你放心炒 其實整個過程 你這樣是保持著 中火至中大帶的火 如果是這個份量大約你需要 十分鐘左右 如果你想它調一點的 調慢一點的火 然後就拿著一杯酒 一手拿著一杯酒 一手就攪拌一下 好了 到現在明顯看到 它是有一點色澤 還有你見到洋蔥 蒜頭 辣椒 全都分開了 都聞到香氣 你看到它 有一點金黃就夠了 這個份量 十分鐘就差不多了 鮮的材料已經搞定了 我們可以加乾料 乾的香料有什麼呢 黃薑粉 咖喱粉 這些是紅椒粉 不單是色素 還有一點點辣味 將這幾種的粉 攪拌均勻之後 其實最簡單的咖喱 這樣就完成了 你只要在這裡 加點雞湯也好 水也好 你喜歡椰汁的你加椰汁 你喜歡花奶的加花奶 如果你不喜歡加這些 加你的肉 放進去燜 加點水 這個已經是一個最簡單 和最基本的咖喱 但是我自己喜歡就不是這樣的 我自己喜歡這個咖喱 就是多些香料的味道 所以我會加些什麼 我自己是喜歡印度咖喱的 這個就是印度咖喱當中 你一定會很熟悉的氣味 這個呢 它叫做Galam Masala 如果你去印度店買一瓶咖喱粉 拐著它背後看看它的成分 你會知道它大約有七、八、九樣的香料 但如果Galam Masala 它的香料可以去到十四樣 十五樣都有 這個是很重香料的 一種它們的綜合調味料 四樣粉我都是每樣放了三十克 現在那個油飆上來的味 已經是有些印度咖喱的味道 若然你又覺得印度咖喱又好像 那些香料味太厲害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 都加你自己喜歡的口味 現在我手上這個 就是一些馬來西亞的咖喱料 你聞到它是酸酸的味道 羅望子 你還聞到一些藍薑 香茅那些味 它這種清新的香氣 就可以互補印度香料很沉重 200克的這些馬來西亞 風味的咖喱醬 你這個時候除了馬來西亞的咖喱醬 你喜歡可以加日本的咖喱醬 也可以 泰國的咖喱醬 也可以 或者甚至無我們港產的咖喱醬 也可以 然後還要加些什麼呢 茄膏 我們港式的咖喱 很多時候都會加到茄膏 放進去 味道有少少那麼多的酸酸 還有顏色又美一點 白黑的茄膏 你越來越像一個醬 我們叫咖喱膽 你聞下去 第一個感覺 你會感覺到 你經過印度店 印度餐廳門口 有少少印度咖喱的香氣 再聞深一點 馬來西亞的香氣就飄出來了 南薑香茅 有少少清新的酸酸的感覺 就走出來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完美的配合 最後的殺著就是這個麵粉 我們這裡有40克的麵粉 現在我沒有開火的 我只不過是攪拌均勻 其實大家出去茶餐廳吃咖喱也是 咖喱是稠稠的 有一些中菜底比較強的師兄 他會在咖喱汁上 推的時間打個芡 周頭淋下去那碟飯那裡 如果大家都有時間 我勸大家可以 好像我現在這樣做 生粉芡和咖喱 是非常噁心的一個配搭 是完全是完全是配搭不到的 那你就用回麵粉會好些 現在這個是完完全全 我們叫的咖喱膽 你做好一個這樣的咖喱膽 那就大事可成了 將它放進冰箱 你可以放半年 要的時間不斷學出來 你只要撞雞湯就行 你自己撞水都行 你喜歡花奶花奶 你喜歡椰汁椰汁 那就變成一個咖喱汁 咖喱膽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自己覺得很適合我自己口味的一個 香料味非常豐富 它又不是很沉重的印式咖喱 也都帶有一點點的馬拉的熱帶香料的味道 那到咖喱膽怎樣成就成為一個咖喱汁呢 剛才所說 水 一公升的水 你要攪拌一下它 因為這裡有麵粉 如果你不馬上攪拌一下 那它就會是一塊一塊一塊 這道菜式我用了40克的麵粉 其實麵粉的多少會很影響你煮完咖喱之後 稀稠的程度 那要好看你煮什麼 通常如果你是煮一些沒有水分的東西 真的又不用煮到那麼稀 但是不是有時候你會說 我煮的東西一煮下去就出水 那你就可以加多一點點麵粉 如果你40克煮肉就剛剛好 今天我們煮咖喱雞 雞肉它不會怎麼出水 那就是剛剛好的40克 現在這個結度就剛剛好 剛才不是說過的 咖喱裡面你可以是加椰汁也可以 我自己是不喜歡加椰汁 但我都會加少許花奶 無論它的顏色和它的香料 即是沒有那麼均勻的 純和一點 那咖喱也是絲滑一點點 這裡200克的花奶 剛才我們一路煮的時間 都不是太像我們港式的咖喱 但現在下了花奶之後 你就會看到 哇 你看看 這些就是正正我們 港式咖喱的那種 無論色澤的稀潔度都好似的 如果這個稀潔程度 是煮普通的肉類 都好似的 大家你都會見到 這個咖喱 在它的面上浮了一層很漂亮的紅油 見到你都會覺得開心 這些紅油從哪裡來呢 就是剛才我們的紅椒粉 放的茄膏 經過爆油之後 令到那些油完全紅了 如果你是用長的大紅尖椒 你可以放多一點 因為紫蘸椒你不能放那麼多 大紅尖椒你可以放多一點 那它爆完之後 亦都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那些咖喱的紅油 亦都是很漂亮很漂亮的色澤 我們今天會這三粒雞腿 是不需要這麼大的咖喱汁 亦都是剛才我說的那句 你反正都要做的了 那你不是做多一點 什麼時候想用 那你不需要出來 開了它也好 拌麵也好 你用來送飯也好 什麼都可以的 那這裡其實我用一半 一半就已經很足夠了 好了 拌起了一半咖喱汁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雞腿放進去 有些朋友會先把雞腿煎一下 我寧願喜歡不煎 直接把雞件放進咖喱汁匯 我覺得這樣匯出來 它的雞皮和雞肉都比較滑 我覺得這樣吃法我自己比較喜歡 不過大家如果我喜歡香口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 兩邊不斷煎一下 就放進咖喱汁匯 都可以的 這個咖喱雞就完成了 如果你匯的話 這樣匯的話 大概是十多分鐘 就完成了 這個雞腿滑到 它好像想流出一些肉汁出來的狀態 現在這個這麼滑的雞 加上這麼濃香的咖喱汁 真的不得之了 我看怕一枝這些家伙是搞不定 待會再開了一枝 喔 雞肉經過醃製之後 入味、滑、彈 有少許的趙頭 這個真的沒有得地 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種 是咖喱汁的做法 大家如果有興趣 或者有時間 不妨又跟這個方法這樣做 若然你身邊有塊這樣的包 嘩 點少許咖喱汁 真的很好吃 這個節目是 オレンジ的提供 以上でお送りしまし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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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